当中苗栗舰长刘正宏认为蔡英文的道歉没有诚意 明天决定要召集市农来开会 决定是否要北上来抗议 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最近在某批在民进党同时 水果月曆导致田市价格下跌 可是根据台北果菜市场的田市批发价格 比起上个月上涨了一成多呢 走一趟果菜市场摊贩上一颗颗饱满的田市鲜嫩可口 市价到底多少钱 朝野两党炒个不停 摊商们被问到这敏感的话题拒绝多谈 不太不会很清楚 不过根据农产品交易行情站 12月1号台北果菜市场收购田市的价格 从43元到64元不等 但比起11月市价40到60元左右 平均上涨一成之多 绿营立委痛批国民党猛打田市价格话题 反倒让原本就比较好的田市价格更高 水市牛心市这些低价的市子 仍旧被忽视 如果没有民进党的水果文宣的话 哪会有今天农委会要收购水市 农委会不但动作慢搬派 而且得了便宜还卖乖 11月2号说要补助5块钱的三分之二 应该是3.4 结果到了11月30号说要补助3块钱 反而降了这个0.4元一台金 除了要农委会主委陈武兄用于认错之外 民进党团更要求农委会收购水市价格 别招令戏改 让辛苦的果农无所适从 三里新闻终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